熱情的早餐歡迎 市長好 幽默退銷台東的鳳梨世家 因為今年受到疫情 以及中國大陸禁止進口的雙重影響 台東縣長饒慶玲特別帶著水果來到台中 而盧秀燕也很阿薩利 一開口就先訂了三萬斤 那今天我們的起手是就三萬斤 去年我們來賣鳳梨世家的時候 原本是希望市長賣三千斤 但是他一下子開了金口就破了五萬斤 那今年我們準備好了我們的量 除了請市長幫忙 更邀請舉重女神郭信淳接地相挺 正值鳳梨世家盛產季 就希望民眾能夠多多支持 營養價值高的在地農產品 TVBS新聞裡如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